期情过度会损害身心健康 导致抑郁的发生 那么如何能够摆脱抑郁 恢复健康呢 本期四季养生堂告诉您 放松情绪的方法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情绪情感的变化是非理性 它很大程度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想让人有意识地去放松 入睡 改变情绪 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非理性的问题 应该用非理性的方法去解决 通过休息 暂时忘我 让心神得以回归 也就是利用人的自愈自我修复能力 进行恢复是最佳的途径 无论情绪情感都涉及到一个心字 中医理论认为 心的外围是心包 动心的初级阶段就是触动心包 如果大喜以后大笑了 这样能量就能释放出去 一笑掉去 没有后放 如果大喜以后没有笑出来 这种能量就预避在心包 进而会影响人的心神 就会使人疯癫 以此类推 如果大怒之后没有吼叫 大悲之后没有哭嚎 忧虑之后没有吟唱 而惊恐之后没有尖叫 疼痛的时候没有身影 这样的话 这些邪气和能量都会预避在心包里面 会一直影响到人的心情 中医治疗情绪低落还在人体自身寻找灵药 一些下意识的动作透露了怎样的养生奥秘呢 中医呢它是通过改变形体拘谨压抑紧张的姿态和姿势 调解人的心理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婴儿睡觉的姿势 他们都是仰起双手睡觉 所以呢 我总是我的建议我的病人学习婴儿 用举手投降的这种姿势躺下 双手双腿呢都不要交叉 很多人开始并不是很习惯 他们这样做呢 不是肩膀疼痛 就是双臂发麻 慢慢的呢 他们就感觉到了这样躺下 自己背部肌肉的放松 体会到了放下了无所谓的和投降的这种心态 逐渐适应了这个姿势 这样呢 心气舒畅就会憨然入梦 我们现代人习惯呢 双臂下垂啊 结果呢 就是压抑 组治自己心气的流通 因为心经呢 就是从腋下的集全穴 通过肘沿着齿骨 止于小指的着甲内侧 疏导情绪最有效的方法呢 是找到邪气 欲避聚集停留的地方 去疏通人的经络 让他鼓荡而去 我们看看动物或者是婴儿 无意识的表现 我们就知道了自己应该怎么说 当大猩猩被激怒以后呢 他有一个招牌动作嘛 就是双拳击打前胸正中 这个动作对人也是有作用的 他击打的正好就是我们中医说的 《心包经》的墓穴 叫善中穴 或者有人叫谭中穴 这个谭中穴呢 就在具体位置 就是在两个乳头的正中间 所谓墓穴呢 就是墓集聚集的意思 《黄帝内经》上讲 善中者喜乐出烟 意思就是说 在善中这个穴位上 聚集了人的很多的心气 而人的喜乐是由这些气来控制 而在善中穴的周围呢 有三个穴 叫神风 灵虚和神藏穴 这些就是处击到我们心神的穴位 所以当你的不良情绪积累的邪气 欲避在善中穴的话 以后势必会叨扰你的心神 我们在乳头的上方呢 还有个穴叫阴窗穴 人们经常说 我们义愤填衣 其实就是说 气的把气都鼓起来 充满了自己的整个胸膛 很多女同志在月经前出现 乳房胀痛也和淤怒和积怨有关 我们说的垂胸 其实就是击打自己的散中穴和阴窗穴 让邪气散开 如果辅助上一些长须短碳的呼吸疗法 加上我们刮一下 捋一下手臂心包 内侧的心包筋和心筋 直到手心出汗 或者在肘弯处刮沙放血 这样的效果会更好 好了 本期垂胸顿足这个节目 我们就讲到这里 下期节目再见